云林斗六文旦正值产季 农粮署积极辅导台湾高品质产销履地文旦外销 如今再一次跟日本利坚台湾办事处携手合作 提供台湾文旦 当作日本九所学校的营养午餐 今年是第四年输日 预计可以突破100公顿 将新鲜的柚子冰块还有蜂蜜 加进果汁机内搅拌 小小出神展现好手艺 最后加入红茶 这杯柚子冰沙就完成了 过去台湾文旦主要出口市场 长期集中在中国大陆 为了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农粮署积极推动辅导台湾高品质 产销履历的文旦外销 拓展海外新市场 如今再次与日本利坚台湾办事处 携手合作 提供台湾文旦 当作日本九所学校的营养午餐 让近万名的师生 都能够品尝台湾文旦的好风味 在海外市场的行销 我们是以3000公吨出口为目标 另外日本现在已经有32公吨 那很快的我们在9月底之前 输出日本的话 可以突破100公吨 台湾文旦输日 今年是第四年 日本学生第一次看到文旦 还以为是大客的柠檬 以为会很酸 没有想到一吃之后 大表惊讶 没有想到非常的爽口多汁 也希望借着台湾的好水果 能够增进台日之间 更多的文化交流 借国争议 戴容貌 云林报道